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時間到來 小三 請抉擇 你難得就不能為了我 付你老婆五十萬嗎 我付五十萬當然是 真的對我來說 壓力真的太大了 五十萬我真的拿不出來 那如果 我懷了你的小孩 你也不能付那五十萬嗎 什麼 你懷了我的小孩 我怎麼都不知道 小三 我怎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 你還以為自己懷他的小孩 把他的小孩給拿掉 沒有 你以為再把他拿掉 媽 你不要管啊 好 先 你不要管好不好 現在做抉擇 來 媽媽讓他講 來 是 好 小三 你說 你懷了兩個月的小孩是不是 是不是 好 你繼續說 來 如果你現在 好 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你不能給我一個答案 我就把小孩拿掉 你自己好好做決定 好 你自己好好做決定 好 好 最後小三講了 還有兩個月的生孕 有時候男主角不知道如何做抉擇 好 給他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他不能去解決這個五十萬的問題的話 他要把小孩拿掉 不是一個殘忍的事情 最後如中 你怎麼看這些事情 我抓住其中一個重點好了 那就是 如果父母想要管教你的孩子 或希望你的孩子回家 你越是放不下自己的面子 越是責罵他 越是不停不停地批評他 你的孩子就會離你越來越遠 所以想想看 可不可以除了責罵之外 有另外一種溝通的方式 不是要你委屈求全 不是要你刻意溫柔 可不可以站在理智上面 真正為孩子著想 把孩子當作籌碼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應該他應該去看清楚愛情的本質 他是愛這個健豪 還是把這個健豪當作一個 譬如說他的家產之類 或是把小孩當作籌碼 來去賭這個愛情 其實我覺得他是仔細思考一下 他自己本身到底要的是什麼 畢竟他才十八歲 對 好 所以在我們節目當中 事實上出現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問題就是去面對 事情就會結束 所以要面對我們真正的問題 是最重要的 今天謝謝你收看 我們分手擂台 也謝謝我們今天三位陪審團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白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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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可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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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h